我们就直接跳了 因为这个的话是新北市的开放资料 这个开放资料实际上就是刚刚U-bike 抓U-bike的范例 这个抓U-bike的范例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而且跟我们刚刚那个102体 其实还蛮像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 其实我在教这个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可是刚好两边是还蛮接近的 所以就所见略同吧 OK 你会发现有没有 SNO SNA TOT 只是说我全部抓了 它只有抓部分而已 然后解析部分 我想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Google其实也可以当那个来源部分 其实如果说你将来要 自己当一个开放资料来源的话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Excel档案传到Google 就是Google试算表 传上去之后的话 你只需要做什么了 就是你先上传某个档 记得哦 这边上传要转换成Google文件 最后呢 像那个会员资料 你可以档案发布 你就可以发布成一个CSV档 然后呢 发布到网络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 你就可以当成 类似像那个开放资料的来源 因为对方就可以类似像我们刚刚讲的 用Request去抓 那抓到之后 他也可以做后续的应用 OK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要 把自己的资料当成是网络的开放资料来源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Google的试算表 而且非常简单 我觉得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稳定性也非常高 那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自己架Server 不然的话你要自己架Server要管理 那用Google硬碟的话呢 其实就没有这些问题 也可以用Request去抓 抓到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抓下来结果也没有问题 这都试过的 所以呢 再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0604的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抓什么 抓我们每天上课 这边有一个那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 就是我们应该大家会 应该蛮熟悉的 类似像长这样子 就是我们上课的连 第几次上课连结 里面有这些影片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影片里面的名称跟超连结 因为有时候名称跟超连结 名称跟超连结 那以前我们的做法可能就复制 按右键复制连结 然后贴 可能你要贴到Excel 或贴到资料库的话 很浪费时间 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个固定网站里面的很多的名称连结 你需要把它全部抓下来的话 或者甚至你设计一个网路爬虫 你就是把网路上很多的 或者是整个网站里面的名称连结 都抓下来的话 那以前你可能要耗费很多力气 那现在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可能我刚好就要整理 比如说我Po了那么多影片 那我怎么知道我Po这些影片到在哪个位置 然后哪个影片名称 那这些我都要收集到的话 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个你要安装这个东西 叫BeautifulShip4 这个套件 那安装方法我前面讲过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如果把它弄起来 因为我刚刚把程式贴上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moduleNatsFindL 有没有 它这模组找不到 哪一个模组找不到 NoModuleName的BS4 那实际上这个module 它套件名称 完整的套件名称叫BeautifulShip4 然后它其实module名称BS 后面里面有一个function 一个就是函数叫BeautifulShip 靠它去帮我解析网页里面的资料 其实它原理原理很简单 就是它帮我把网页里面 你要抓到的标签 里面的资料帮你捞出来而已 以前的话像我以前写过 用VB、C Sharp、Java都写过 它写好多地方 写一堆东西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直接用BeautifulShip 两下就解决 实在太简单了 所以有这个东西 以前要做很多事情 现在都不用 两下就OK 所以Python的好处真的 它很多东西都有人帮你写好了 你只要懂得套用 懂得安装 所以第一步你必须要怎么样 把那个我们的模组先安装 安装的方法我们前面讲过 第一个到哪里呢 到那个Python的3732里面的Script 然后点一下打一个CMD Enter一下 特别注意这个方法是比较直接 你不用设定什么环境变数 因为坊间的书籍应该都有写 怎么样设计环境变数不用 因为我们这边还原 每次还原 你每次设定浪费时间 直接找它的路径位置就好了 然后跳出来就直接帮你 找到这个Python的路径位置 你就打Python install BeautifulShip4 如果你怕打错你就把这边复制一下 之后的话直接在上面这边 后来找到在这里按右键 编辑这边有贴上 你就把它贴上OK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找到 这个时候有没有 Successful 帮你install OK 而且版本会秀出来 目前是4之4的71的版本 BeautifulShip4里面有非常多功能 蛮好用的 那其实你也不用用那么多 大概会用几招带就够了 一个是Fy 一个是FyO 有点像Fy的话是找一次 FyO是全部 所以FyO的话 有点像加S的意思 就是把所有东西捞回来 然后放在串列里面 那Fy的话是放一次 所以就放在字串里面 都不是放串列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那个什么 这一个YouTube的连结 里面各位看到的什么东西呢 标题跟网址 帮我全部抓出来的话 那我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已经装 抓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 标题出来了 那网址就出来了 有没有就这一串 那怎么说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大概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你们可以切到这个网页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网页 当然我这边有一个连结 你可以找其他的清单 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到目前为止 也一堆的清单了 如果说你这一堆清单 当然有同学问说 那这个影片会放多久 不敢保证永远都在 但是不会马上消失 它可能会慢慢消失 也不会慢慢消失 也不会突然消失 反正你就不要隔几年之后 问我老师 你之前的影片在哪里 OK 反正你就自己备份 怎么备份你自己 那目前一定会给各位 反正复习没有问题 之后的话就不敢保证 还云端上东西也是一样 那个目前都在 但以后会不会再不知道 OK 所以请自行备份 应该备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边不就可以按下它不就可以下载 就整个打包就通通给你的 OK 你就丢到你自己那边去就好了 你不要只记得那个就OK 只是说我之后的课程还会有update 也许还会有新的影片 所以如果说未来你们想要再看 我是建议你们还是持续关注一下 所以这边有一个订阅 请欢迎就是如果没有订阅的话 就欢迎各位可以订阅一下 后面的话如果有新的教学的话 也会持续再把它传上去 尤其像什么 尤其像那个用python架站 架server部分 因为下学期的话 我在中央大学的那个 那个志工系 有开这个课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教学频道里面 感觉上关注性还蛮大的 大家好像都很有兴趣 因为目前这东西大家都想 有兴趣想学 可是真的有把它完整的做一些影片 整理上课其实真的不多 OK 或者片段片段 我看网络上很多 但是都片段片段的 都不是那么完整 反而最后就是要自己 自己做 所以我变成说有些东西 一定要走在比较前面 你要参考 没有没得参考 你变成这样 自己找答案 哪里找 官方上面就有答案了 我刚刚不是给各位看吗 很多东西就要自己去找答案 那很辛苦了 可是没有办法 没有答案怎么办 对 卡住了就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 把刚刚的东西第一个安装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确定一下 你们有没有beatable是不是 第二个话 你就到这个网 按里面的话 怎么知道说这个标题 跟它的超连接位置 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 请你选取它 或不选取也可以 邮标放上面也可以 按右键 关键的地方 请你慢慢熟悉 Chrome浏览器 或者其他 那个Firefox里面也有 按右键有个检查 你千万不要直接就按右键 直接看原始码 如果你直接看原始码的话 我跟各位讲 光看这些 头晕了 而且现在网页越来越多 里面内容一堆 你怎么找 Ctrl F F 最简单的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跟刚刚讲的 你要找的东西 也许你可以先选取 或者你直接不用选取 直接上面按右键 找到检查就可以 检查之后的话 慢慢习惯 它会跳出右边有一个视窗 请各位慢慢要熟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表面上看到跟里面的东西 你要两边要慢慢要知道 这个什么 就是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两边差异在哪里 可能要慢慢找得到 那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它的布局方式 如果一般习惯是在右边 如果你今天希望 你要换个地方放的话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三点 三点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如果你要放下面 因为如果它那个太长了 你放右边 视觉不好看 所以怎么 你可以把它改成到 Dug to Button 就是放到下面去 它就跑到下面 你一般这边超零结就出来了 那另外的话 你还可以再点一下 如果要恢复的话 一样这边也是三点 然后你还可以放在什么 左边 不过通常没有人放左边 因为放左边 这样也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恢复到下面 一般是下面跟右边比较多 再来的话就了解一下 它里面到底要抓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话 第一个 它基本上一定是TD 所以它基本上看起来不像个表格 不过实际上它是放在表格里面的某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有个特色 它一定会有HTML标签 跟它的class class是它的类别 它类别是这一个 所以理论上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 抓它的tag标签 或者是它的class 所以通常是一接一接的 就是说标签在前面 它的子物件下一层的话就class 所以可能TD点这个名称 就可以抓到它所有的名称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叫这个class名称 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点到了 所以要点到 小心 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的名称 有没有看到 这个名称的话 也叫一样 PL VideoTitle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可以用Find all 用Beautiful 我刚刚讲的 把这里面 所有TD的标签 它的类别叫这个 全部帮我找到 那Title就找到了 那如果说你不只要找Title 你要找它的hyperlink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hyperlink就找到了 那hyperlink有的时候 它如果有class 你就找那个class 如果没有 像这个HR也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要全部找出来 再去判断一下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以后 如果你要爬网路资料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一定要慢慢熟悉 这个功能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的话 上面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帮助你 辅助你怎么样 找到有一些 比如说像你的网页 除了HTML CS之外 还有JavaScript 如果有JavaScript 它可能Rung了之后 才能执行的话 那你怎么样让它可以Rung 再找到你要的东西 这个地方就有一些工具 另外的话 还有像资料库到底放哪里 你要把资料库东西捞出来 怎么做 也许慢慢我们先来看基本的 再慢慢增加一点难度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确定一下 你的Beautiful Super 4 有没有安装 如果没有安装 你就用Pipe InStore把它装起来 第二个的话 再到我们的YouTube播放清单 我先从简单的 这个已经比较简单 而且每天都在看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标题跟超连结抓下来 Print出去就好了